我们看这一笔 这一笔它说 现在有个带电量的Q 质量是小M 的那个例子 以数率V垂直射入 磁场强度是V 的均匀磁场里面 那带电粒子在磁场中的轨迹 是一个圆 我们假设它是带正电的话 V close V 往上 这个M 是等于Q V close V 它会做运动 这个把它视为一个磁口极 那我们晓得这个磁口极 是怎么定义呢 磁口极是定义成I S S是电流 包到的面积 方向依照右手定乘 如果是电流是这样绕的话 那磁口极的方向是这个方向 那现在把它看成磁口极的话 那么它问 这个带电粒子 在磁场中的磁位能为多少 我们晓得说 一个磁口极 在磁场里面的位能 是怎么定义呢 就是说 我现在有个磁场这样过去 好 那我现在有个磁口极 M 它是往这边 那往这边的话 我们定义成那个未能是等于零 那现在是磁口极 我现在要把它给翻转过来 翻转过来的话 我要给它做功 假设呢 我翻转 这个一个角度 叫西打的话 这M的话 从这里翻到这里来 这个是西打 那现在我可以证明 我可以做多少功呢 做的功 就是等于多少呢 等于那个 嗯 哦不对哦 刚刚的话应该这样讲 如果是这个方向的话 它的这个位能 是定义成多少呢 定义成这个乎MV 乎MV 好 然后 我如果呢 转了一个角度以后 转到这里来的话 我可以证明什么呢 证明我做进去的功 等于多少呢 是等于这个是MV 然后多少呢 然后这个是 嗯 应该是cos 西打 cos 西打 减掉那个E 所以 所以呢 它这里的位能U 就等于多少呢 等于那个 还是 who 的cos 西打 加一 那这样子的话 它的U 就等于多少呢 就等于 这个是U0 U0 就是说 它的持后值 这个方向的话 那这个是等于W 加上是U0 那就等于 who 的MV cos 西打 加MV 那 减掉呢 我定义这个方向 位能是这个样子的话 这是MV 这个 位能 你位能 的那个 这个 就是 这个状态的位能 是等于这个 是定义出来的 这是定义出来的 然后呢 它从这个状态呢 把它给这个 转了这个状态的话 它做的这个功 这是可以证明的 所以呢 它在 这个角度 是这个状态的时候 它的位能 得到 位能是等于 who 的M B cos 西打 那这个等于 这个算是等于 who 的M dot 的B 这个是 磁偶旗 在那个 磁場里面 具备的位能 是这么多 那现在的话呢 它是说 我现在 如果把它 翻过来 翻成了180度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位能等于 如果是180度的话 这是 护1 就等于MV 好 那这个就是这个状态 我们现在来看 现在是 这个是正电脑 那我这样跑的时候 它电流这样扭 电流这样扭的话 所以它磁偶旗的方向 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呢 跟外加磁場的方向 刚好是 x180 所以啊 这是护1 所以它的 磁位能 也是等于这个 好 那车位能 这个的话 我们就把它带进来 带进来 我们想的 M是本高杂 M这个大小 多少 是等于is s s 是少过的这个面积 那i的话 是电流 电流是等于多少 电流是Q 乘以它的旋转频率 频率 再乘以的话 乘以这个πr平 πr平 好 那这频率是等于多少呢 是等于这个V 它除以2πr 2πr 再乘以πr平 这个等于多少呢 这个是等于 2分z 然后这个Q Vr Qvr 这个等于 这个是那个 磁偶旗 磁偶旗 然后再乘以b 然后再乘以b 就等多少呢 所以它的磁位呢 是等于2分z 就是mv mv mv 就等于2分z qvr 乘以b 乘以b 好 那现在 我们要把什么代调呢 要把这个Q rv 代调 那 qrv 的话 怎么代调 我们晓得 它电能打进来的时候 它的那个半径 r 是等于到什么 mv 动量 除以qv 所以这个 qrv qrv 就是等于动量 qrv 等于mv 所以我就把qrv qrv 带掉 所以是2分z mv 再乘以v 所以是2分z mv 平衡 好 这个就是8